现在呢我这个第二圈的八组花形都已经勾完了 然后咱们把钩针把记号扣取下来 钩针穿入到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 绕线勾出来 左边线圈从右边线圈勾出来 做一下引拔 然后依旧还和上一圈一样 在这个大洞里面再做一下引拔 好第二圈完成 第二圈完成以后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先立一个辫子针 然后在第一个洞里面勾两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勾针穿入到洞里面绕线勾出来 好这个时候勾针上是有两个线圈的 勾针绕线退出这两个线圈 这个就是短针的勾制方法 咱们拿出记号扣在第一针位置做一下标记 穿入到这个辫子上 好 然后在这个洞里面再勾一个短针 勾针穿入到洞里面绕线 勾出来 绕线退两个线圈 两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穿入到洞里面绕线勾出来 好 绕线啊 退三个线圈 这个就是中长针 然后下一个大洞里面 咱们勾中长针 长针和长长针 好 勾针绕线 穿进去绕线勾出来 绕线同时退出这三个线圈 中长针完成 长针 勾针绕线 穿进去绕线勾出来 好 这个时候三个线圈 咱们勾针绕线先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长针完成 长长针的勾子方法 咱们来学习一下哈 绕线两圈 好 穿入到洞里面 勾出来 绕线先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 再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 再退两个线圈 长长针完成 然后下一个洞里面呢 就是长长针 长针和中长针 和这个顺序就颠倒过来了哈 先长长针 绕两圈 穿入到洞里面 绕线勾出来 好 绕线 退两个线圈 绕线 退两个线圈 绕线 再退两个线圈 长长针完成 长长针完成了以后 咱们再勾一个长针 勾针绕线 穿入到洞里面 绕线勾出来 好继续 绕线 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 退两个线圈 长针 好 中长针拉干 绕线 同时退出这三个线圈 中长针完成了以后 咱们下一个洞里面就是中长针 也打出来的有 你也可以看着屏幕去勾 一共勾四组 勾完了以后 咱们和记号扣标记的位置去连接 大家自行完成 如果说你没有看懂 那你就把视频倒过去 进度条 拉过去以后再重复观看 现在我这四组花形已经勾完了 咱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好 勾针呢 穿入刚才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 勾针绕线 勾出来 左边线圈 套到右边线圈里面拉出来 引拔针完成 第三圈也就完成了 第三圈完成以后 你就能看得出来 咱们这个织片已经是一个方形的了 咱们再勾最后一圈 也就是第四圈 第四圈先立一个辫子针 好 第四圈咱们勾一圈交叉短针 现在来演示交叉短针的勾制方法 引拔针的位置在这里 咱们勾针穿入到引拔针旁边的位置啊 我离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勾针穿入到引拔针旁边的 这引拔针的位置在这 好 勾短针 绕线 勾出来 绕线 退两个线圈 这里就是第一针 咱们记一下标记一下 用记号扣 好 标记完了以后 咱们勾交叉短针嘛 交叉短针咱们就要倒回去 在刚才记号扣 在刚才引拔针的这个位置啊 勾针穿入进去 绕线 勾出来 好 绕线 退两个线圈 这个就是第一个交叉短针就完成了 下一组交叉短针的话 咱们隔一个针目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空一个针目啊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 再回到刚才空的这个针目 穿入进去 再勾一个短针 这一组交叉短针又完成了 再勾下一组 再空一个针目啊 好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短针 再回到这个针目里面 好 第三组交叉短针完成 第三组交叉短针完成了以后 咱们现在看一下纸片 就到了拐角的这个位置了 拐角的位置 咱们为了让它形成直角 在这个位置就 就不空了哈 你看这个长长针在这里嘛 咱们在长长针的对应的这个头上面 就不空了 就直接 你看刚才这一针在这 咱们就直接穿入这里 先勾一个短针 勾一个短针了以后呢 再回到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相当于这个针目里面 勾了两针 好 然后再下一针 还不空 一共有两次不空的 两次不空针呢 勾一个短针 再回到这个位置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子它的一个角度 就形成了 也就是相当于这个位置 加了两针 好 两针不空了以后 咱们再下一针的时候 就开始去空针啊 空一针 再下一针 勾进去 再回到空的这针 好 继续 空一针 回过来 好 接着来 每次都到拐角的位置的时候 有两针是不空针的 两组啊 两组是不空针的 好 继续来 现在又到了拐角的位置了 咱们就记住 在这个藏藏针 对应的这个针目上 就开始不空针啊 倒回来 好 下一针还是不空针 然后两针不空针了以后 咱们下一组就开始空一针 在下一针里面 咱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勾完这一圈 现在我这个拐角位置 也已经勾完了 最后的话 咱们是剩余四针的啊 如果说你没有剩余四针 就可能中间有勾错的地方了 好 再空一针 然后这一圈完成 咱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记号扣取下来 咱们先把线头剪断 剪断以后呢 把勾针从里侧啊 从里侧穿入 刚才记号扣标记的这个位置 好 勾出来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穿入进去 好 再勾出来 这样子 这个边就收的 就是无痕了啊 无痕了 然后拿出这个缝合针 把线头隐藏到这个织片的背面就可以了 好 拿出缝合针 咱们可以在这个织片的背面去多缝几下 穿入进去 隐藏一下就行了啊 我手有点出汗了 有点滑 拉不出来了 这个针 让它出汗了 切双